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这样看中国复查时间节目播出届满三周年了 独特的历史视角收到不少听友的回响 我们特别精选出值得回味的节目内容 与您一同回顾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复查 现在您收听的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的复查时间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主题 是汉代的一个和亲的主题 那我把这个题目定成叫汉的和亲统战学 我会分成一讲两讲三讲来讲这个主题 那我们会想先做一个假设开始 这个假设是如果吕后真的嫁给了蝉鱼 历史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那为什么会嫁给蝉鱼 这个大家觉得是一个是一个笑话吗 不是 因为在历史当中确实存在过这样一种可能 也就是蝉鱼给吕后写信 希望吕后嫁给他 哇这个听起来蛮劲爆的 怎么吕后会嫁给蝉鱼 如果刘邦听到不会气暴吗 刘邦那个地下有之不会气暴吗 那我们要把这个故事的前后的脉络 跟大家去讲一下 什么脉络呢 就是在刘邦去世以后呢 那蝉鱼就是这个矛盾蝉鱼 因为他应该都没读蝉鱼 那我们就矛盾好了 就是这个按照现在汉语的发言 矛盾蝉鱼 是匈奴的统治者矛盾蝉鱼 就写了一封书信 派给一个使者给这个吕后 说什么呢 这个维恩文我来念一下 孤奋之君生于局则之中 长于平野牛马之狱 树至边境愿由中国 陛下孤立 孤焚独居 两主不乐 无以自愈 愿以所有一期所无 他的意思说 陛下独立 陛下他是很尊敬的称呼 说你是一个人孤单的状态 那孤奋独居 孤奋其实也是自迁 类似于像寡人一样 就是说我自己呢也是一个人单独的状态 那为什么说吕后是一个独立呢 就是孤独的一个人 是因为这个刘邦去世了嘛 所以就是这个吕后成为新寡 那莫顿禅瑜 他说他自己是独居 那我们在始料当中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独居 就是他是不是他的妻子也去世了 那总而言之他说两主不乐 好我们两个匈奴世界跟汉世界的两个统治者都不快乐 因为我们都都成为这个孤家寡人了 所以无以自愈 那我希望以我的所有来换你的所无 哇这个这个这封信这个写的 那个吕后听到说大怒 非常大怒的反应 事实上我们今天大部分这个汉语汉语知识界 或汉语这个系统当中 我们在听到看到这样的词书都会觉得很生气 我们也会把这段这个矛盾禅瑜的话呢 当成是一个非常无理的一个举动 非常冒犯非常无理的举动 这个用今天的话就是性骚扰的概念 性骚扰的概念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是说 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 他们讲话是非常的质朴直接的 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像汉人社会 这样去装饰修饰这个语言的传统 那至少在我们在清朝时候 我们看到清朝皇帝康熙乾隆 都一直跟他的满大臣说 你们讲话不要这个装腔做事 不要伪识词汇 我们就直接讲就好了嘛 这个传统是不一样的传统 所以我们也可以是说 矛盾可能就是直接讲出他的话了 那我们要讲这个吕后大怒 可是他现在的成像呢 就是像樊坏忌不等人就说 讨论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个矛盾禅瑜的来信 然后有一派是说 来我们去把他打败 然后有一派说不可能 说我们根本打不过他 因为现在的国际秩序 我们根本是依附于匈奴 我们打不过他 那如果打不过他 我们必须是什么 我们必须是放低姿态来回应 所以最后说对 我们要采取后者 所以呢就派了一个使者 叫张泽 回书信说 他说必禅于不忘必义 义是那个就是都城的意思 他没有敢说自己是个国家 叫不忘必义 次之以书给我写信 他说必义 就是我们感到非常恐惧 退下之后呢 我们自己 我自己想呢 我自己是年老气衰 发齿堕落 头发掉了 牙齿也掉了 行不湿度 就走路也不稳 这个情况下说 禅于这么厚爱我 我实在觉得自己配不上你呀 不足以自愈 所以他最后他说 必义无罪 义在建设 他说我呢没什么罪过 你还是饶了我吧 非常卑微的 回了这么一封书信 那这个过程 通常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史学界 历史学家 通常就解释是说 这个禅于就是一个傲慢无礼之人 然后这个旅后呢 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之下呢 就也无奈的去接受 就是 那可是事实上 后面这个史汉书里边 还有一段记载 这个记载大家很少谈 后来他说 说矛盾得书 就矛盾得到这个书信之后呢 就再次派来使者来道歉说 未尝闻中国礼仪 陛下信而设置 因献马随和亲 就说我没有听过中国的礼仪 我之前不知道你们中国的礼仪 婚姻礼仪是什么样子的 那陛下呢 幸亏你原谅了我 所以给这个旅后 献了一匹马 然后开始采取和亲 那这个故事呢 我们现在这个文言文已经讲完了 我们要讲这个前因后果 就是对于匈奴人来说 他们曾经在跟刘邦 曾经结拜过兄弟 这个结拜过兄弟呢 他们成为这个 被匈奴跟汉 结为这个叫做兄弟之国 然后对于匈奴人来说 他们的这个习俗是收继婚 收继婚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哥哥去世了 那么哥哥的夫人 就会嫁给弟弟 或者弟弟就会去娶他的嫂子 那为什么呢 他认为只有这样的话呢 才会让那个嫂子的这个地位 嫂子的这个财产 这个这个家族呢 不至于分散 这也会解决他的生计问题 所以这样一个传统 是非常的 非常的强大的一个传统 那因此呢 如果谈余 矛盾谈余 站在这个匈奴的传统当中 他觉得刘邦去世了 这个吕后就是他的嫂子 所以他娶他的嫂子 是非常合理的 是对吕后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举动 这就是禅于非常单纯的想法 这是我的理解 所以他会是说自己 他说也讲得很直接 他说 你孤下 你陛下独立 那自己我是孤分独居 所以两主不乐 那我们就结婚吧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可是呢 这个想法呢 这是基于匈奴 草原民族的认识 那对于中国礼仪来说呢 就完全是觉得 你在冒犯我 你在侮辱我 你在骚扰我 因此呢 这个回书到了匈奴之后呢 一定有人跟他解释说 这个情况是 中国礼仪是不一样的 所以矛盾再去写信说 我曾经 我之前没听说 中国的礼仪跟我不一样 还好你宽恕了我 你看 我觉得矛盾是蛮有 蛮得体的一个回应 这是我的理解 所以我并不认为 在这个事件当中 这个矛盾的做法 有如何不好 但是我们可以折射出 这个事情就是 折射出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中国文化的偏见 我们看到中国的历史研究者 大部分都把这段史料 理解为成 矛盾缠余 对于中国皇后 这个太后的无理之举 这是我们 我们不谈 这个矛盾缠余的 自己后来的解释说 原来他不知道 中国的习俗 这是第一 第二是 这段史料 大部分历史学家 也都无法否认是说 在汉代初年前70年的 这个国际秩序当中 汉是非常卑微的 依附于匈奴的 那最后他们采用和亲 所以和亲就是 其实才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 就是如果吕后 在当初的这个国际形势下 他真的选择嫁给了缠余 会怎么样 那这个我觉得 我们会衍生出非常多的讨论 那我们回到说 他和亲这个源头 是怎么来的 我们讲一下和亲的源头 汉高祖刘邦 攻打匈奴 结果在平城的白登山 被匈奴围了七天 那么他们军事上打不过匈奴 他们用计策逃离之后 旗下一个大臣叫刘靖 也叫楼靖 他就献出一个政策 叫宁湖三策 宁就是宁氏西人 就是让湖人 平息湖人叛乱 或平息湖人对于我们 汉帝国的骚扰的三个政策 这个三个政策 分别是第一个叫和亲 就是把汉国的公主 嫁给匈奴的残余 第二个政策叫朝贡 就是我们提供大量物资 满足匈奴的需求 第三叫做宣传 就是我们派出辩识 这个知识分子 去教匈奴人文化跟礼仪 这是他的叫宁湖三策 那我们其实看到这个宁湖三策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叫做汉帝国的和亲统战学 和亲什么意思 和亲就是美人纪 我派美女来腐蚀你 来诱惑你 朝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拿出金钱 拿出财物来腐蚀你 那派出辩识 教匈奴人文化跟礼仪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大外宣 我在意识形态当中 去改变你 去影响你 去统战你 所以其实这样一个策略 我们在今天中国的政府的 对国际关系的使用当中 我们都非常熟悉 尤其在朝贡方面 在宣传方面 我们这是可以看到的 那关于和亲 或者是美人纪方面 当然我们看不太到 事实上和亲这个行为 在现代的国际体系当中 也不能这样用 可是美人纪 还是常常出现的 在这个情况下呢 所以这个汉高祖呢 就派出一个汉氏女子 嫁给了这个禅于当燕姿 燕姿就是夫人的意思 燕姿 然后每年呢 奉给匈奴非常多的酒 布匹粮食 这种东西 所以约为兄弟 这以后呢 就减少矛盾 对于汉帝国的这个侵犯 这就是汉兄和亲的一个始末 那你看打破人家 采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那么和亲呢 我们看到说 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继位 这个长达七十年当中 整个汉一共和亲多少次呢 按照史书记载有八次 平均不到十年 或七八年就派出一名 汉女子去和亲 这是第一个 我们来讲的 第二个是 这个和亲呢 双方每一个新的这个 统治者上任之后 都会再一次去确认这个合约 就再去派出一个女子的合约 为什么呢 因为新皇帝上任以后 是不是会推翻前任皇帝政策 不知道 因此要和亲一次 确保合约有效性 第三是说 这个和亲背后是什么呢 其实是财务支持 就大量的这个金钱 大量的这个布批 大量的九十 是送给匈奴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讲 其实汉武帝 我们讲文景之志 就是休养生息 是韬光养晦 是必要的 因为他们就是 在国际体系当中非常弱 必须依赖于匈奴 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 大致上在七十年当中 有三位汉女子 嫁给茂顿 有两个女子 嫁给了茂顿的继承者 叫老尚蝉鱼 有三个女子 嫁给了老尚蝉鱼的继承者 叫君臣蝉鱼 那这是我们大致讲一下说 就是在这个汉武帝崛起之前 整个汉派出的和亲女子 那这些女子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公主 都是假公主 那我们后面会继续讲说 到底为什么他们是假公主 为什么汉帝国会派出一个假公主 去和亲 那这样做 难道蝉鱼不知道吗 好 我觉得这是 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 只是我们历史当中 很少听到这样的讨论 那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下 这里是央广的 《这样看中国》 我们一会儿回来 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从两岸 国际 历史 文化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 at 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好 我是主持人傅察 现在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 我们接着来讨论这个主题 如果吕后真的嫁给了蝉鱼 那我们当然吕后事实上没有嫁给蝉鱼 好 我们回到就是刚才的话题是说 汉的帝国在汉武帝崛起之前 他曾经派过至少八个女子 我们从史料当中看到八个女子 嫁给了匈奴人 嫁给了蝉鱼 那这些女子的名字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非常明确的可以得出一个观点 是说 汉其实是假和亲 真统战 就是他不是真的和亲 因为如果真的和亲 按照最初刘靖的建议呢 其实就是会要派出真正的公主 至少是这个宗室 刘邦的宗室的这个公主 那也是公主嘛 对不对 那去嫁给匈奴的蝉鱼 可事实上呢 我们在史料当中 完全看不到这些公主的名字 那有人说 难道看不出公主名字 她是假公主吗 当然了 因为中国的历史书写系统 其实是围绕皇帝展开的 如果这个人 这个女子 她本身没有任何的地位跟身份的话 史料是不屑于去记载她的名字的 所以没有记载名字 就可以证明她是假公主 因为我们后来看到汉武帝之后 至少有三个和亲记录 都把名字写出来了 那我们当然最明显知道 就是王昭君嘛 那为什么名字出来了呢 就是因为 他们是跟皇帝发生很明确的关系的 然后之前这些八个女子 是跟皇帝没有任何关系的 就是民间女子或者是宫女 假冒汉代的公主 就嫁给了蝉鱼 那问题是 那蝉鱼知道吗 蝉鱼知道 他们不是这个皇家女子 不是真的公主吗 我觉得是知道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当时的蝉鱼的宫廷当中 其实有非常多的 汉人出身的一些叛逃者 他们其实最后呢 是服于是汉人出身 但他们服于匈奴 他们之所以叛逃汉国 也是出于汉帝国内部的 各种政治冲突 或者他们对于汉的 这个约束不满意 所以渴望自由 到草原当中寻找自由 所以就服于 这个矛盾蝉鱼的宫廷 比如有个人叫钟行说 名字叫钟行说 这上个字很怪 这个为什么叫钟行说 这汉字记载 它可能会是一个音译吧 不管如何 他是非常了解汉的情况的 那他会跟这个蝉鱼讲 是说这些女子 根本就不是皇家女子 那好 如果蝉鱼已经知道 他们不是皇家女子 他们为什么还会接受呢 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冒犯 被侮辱呢 就像吕后觉得是说 你蝉鱼写了封信 要跟我结婚 你不是冒犯我 侮辱我吗 那蝉鱼会不会反过来 这样思考呢 我的看法是蝉鱼不会 因为我觉得蝉鱼 这个草原系统 游牧系统的人 确实相对来说 他们不会受到这种 你知道吗 这种传统中华文化里面 讲究礼仪 辈分 讲究资历 讲究名分 这些东西的影响 他们是比较务实的 那如果和亲的背后 是每年固定的朝贡 是汉向匈奴朝贡 不是匈奴向汉朝贡 每年有大量的物资 可以进来的话 那我当然 我就接受嘛 所以我们看到是说 这个八个女子 至少有三代蝉鱼 嫁给三代蝉鱼 而且我们也可以 合理的推测是说 当下一个蝉鱼继位 第一个老蝉鱼去世以后 这个嫁给老蝉鱼的 汉帝国的女子 其实应该按照 收继婚的原则 再次嫁给新的蝉鱼 可是我们史书都没有记载 我们在后面看到 那个乌孙公主的案例 就是在汉武帝时期 把这个汉国的公主 刘细军 刘解忧 嫁给乌孙 嫁给乌孙国的时候 是出现过 当老的统治者去世以后 他们就按照收继婚 嫁给他们的儿子 这个有这个先例 所以可以看到 在汉武帝之前的 这个七八个和亲女子 一定也是这个 也是这样的情况 只是史书没有写 那么我们在讨论是 和亲达到了这个 和的目的吗 其实没有达到 边境冲突 依然发生 也就是说 汉帝国用婚姻 这种方式 去缔结汉跟匈奴的 政治联盟的本意 其实并没有实现 所以当双方 发生冲突跟误解的时候 这些和亲的公主 假公主 她起不到任何作用 她没有办法去沟通 汉室跟禅语之间的 这个作用 那我们还是从后面 往回推 我们至少在汉武帝时代 那个乌孙公主 就看到 她就起作用 因为乌孙公主 就是在面临匈奴 在面临乌孙跟汉 这个三角之间的 国际冲突的时候 他会写信给汉武帝 给汉宫廷 说我希望你救援我 我希望你怎么怎么样 哎果然汉帝国 也对此作出反应 可见这个乌孙公主 是起到和的作用的 可是在汉武帝之前的 八位假公主 是没有起到和的作用的 因为就是假公主 根本他们没有能力 去处理这个双边关系 所以我们这时候 再回来想是说 如果当初 最初第一次和亲 第一次和亲的时候 派出的公主 是真公主的话 那会怎么样呢 会如何改写 这个汉跟匈奴的关系呢 因为我们知道 当初刘静啊 就是建议说 我们和亲派出的公主是谁呢 就是刘邦跟吕后的亲生女儿 叫鲁元公主 是长女皇长女 就是刘静是说 我们就把这个鲁元公主 嫁给产与好了 那刘邦呢也接受 因为刘邦是一个打天下的人 非常的务实 他出身底层 也没有受太多 一些历史形态的这个约束 什么兄弟有多野蛮啊 然后我们华裔之变啊 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汉公主 嫁给真正的一个野蛮人啊 其实刘邦本身 没有这种太多想法的 更何况 他也没有本钱跟匈奴抗衡 但是呢 吕后不同意 吕后我们知道 就是吕后 是他把自己的亲生女儿 要嫁过去 他当然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最后呢 就是刘邦也只好 接受吕后的这个态度 就没有把自己的亲生女儿 鲁元公主 嫁给柴鱼 他们就是找了一个假公主 就嫁过去了 这是一个当时的过程 所以我们推测是说 如果当初吕后也同意了 那刘邦当然没问题 把鲁元公主 真的嫁给了柴鱼 矛盾柴鱼 哦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双方之间 缔结的这个政治联盟 会更加紧密 而且鲁元公主 她自己可以随时随地 跟自己的爸爸妈妈 也是汉帝国的 真正的有掌权者进行沟通 所以我觉得 那时候的汉兄关系 可能会走向一个 不同的发展路径 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 很可能就会变成像 后代的这种 欧洲的这种 这种君主国之间的婚姻关系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女儿嫁过去以后呢 就会有部分的领地 或者部分的政治关系 就随之就过去了 那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 其实在唐朝时候 是常常出现的 在唐朝 唐朝时候 真的是嫁给的是 真正的公主 嫁给这个外租人 嫁给这个回湖人 或嫁给突厥人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个满猛的联姻 这个满猛联姻 其实我们不能和亲来解释 因为他们是 两个统治贵族之间 之间互相的婚姻关系 满猛的联姻 其实更像什么呢 更像欧洲君主国之间的 这种婚姻关系 所以满猛联姻之间 因为真的是 把自己的公主嫁给去 把对方的这个王子 这个娶她为亲 或者是到了北京生活 因此双方之间的 这个信赖关系 是非常强的 那一种就是 政治加婚姻的结合 确实起到了 非常大的作用 那因为汉帝国 都是派出假公主 他们并没有办法 达到最初的政治目的 所以呢 我们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是说 这个汉的和亲统战学 他目的是想统战 那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其实反而被 匈奴逆向统战 因为匈奴知道 你根本没有真心对我 所以匈奴呢 也更在意的是说 你背后的 给我的这个物资支持 是什么 那当你的物资支持 还无法满足我的时候呢 那我就再派出战士 来侵扰你的边境 所以我们在前七十年当中 史料也非常多的记载 是说这个和亲无效 然后匈奴不断地派出这个士兵 来侵扰汉的国的边境 然后每次侵扰之后呢 汉帝国再用和亲方式去加以解决 和亲一次就是送出很多礼物 送出很多这个物资去支持 那这部分通常也被中国的史学者 解释为是说 因为这个匈奴言而无信 既然我们缔结了和约 已经和亲了 你就应该老老实实的 不要侵犯我们的边境才是 可是我们从史料当中可以看到 是说其实每一次匈奴入侵 都有外因 都有内因 那我们在后面的 下一期节目当中 我们会解释到这个 和亲的政治经济学 背后的政治的部分 就是这个打仗 发生冲突 原因不见得完全是在于 匈奴贪得无厌 他们不满足于 汉帝国所送的美女跟食物 我还继续侵扰你 抢夺你的边境的 人民的财产 所以我会觉得 整个中华书写系统 是对匈奴充满 非常大的偏见的 史料明明确确 在那边说得很清楚 可是他就不这样解读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部分 说匈奴 产与已经很明确的解释说 我不知中国礼仪 多谢你 原谅了我 讲得很清楚咯 可是我们就是对那个史料 视而不见 我们就认为匈奴 非常轻薄 非常无理的冒犯了 这个以后 他没有看到这个蝉鱼 非常不好意思道歉的 那个面向 这就是中华文化在起作用 这是我的理解 那如果和亲的这个经济学 在后面 在武帝 汉武帝之后呢 又进入到了所谓的第二阶段 那武帝时期的和亲呢 进入到和亲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呢 真的是政治结盟 也就是说武帝时期的 汉武帝时期 他有派出两位公主 在分别在公元前的130年 跟官前的51年 这两位公主呢 叫刘细军跟刘解忧 他们是跟乌孙结盟 跟乌孙结盟的目的是 为了对抗匈奴 所以我们看到是说 当这个真公主出现以后呢 名字就出来了 刘细军跟刘解忧 当然因为刘细军跟刘解忧 刘细军是因为在乌孙 只生活了三四年就去世了 因为他非常不习惯于乌孙的生活 因此呢 他自己就很快就身体就衰弱 就忧伤 自律故乡 就去世了 然后汉武帝就赶快派出 刘解忧去和亲 来去建立跟乌孙的结盟 对抗匈奴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是说 这个和亲 是汉武帝的一个主动的选择 跟汉高祖时期 跟汉文帝 汉景帝时期的和亲 那种非常被动的 不得已派出一个假公主 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我们讲的 汉帝国和亲的第二阶段 是非常主动和亲 那因此因为主动和亲 所以我们看到刘细军 也成为汉字历史记载之后的 记载上的第一个 有名字的公主 因为刘细军确实就是真公主 当然我们知道刘细军 在嫁到了这个乌孙的宫廷之后呢 他其实地位是低于 另外一位夫人的 也就是说 对于乌孙的宫廷当中 其实有两位夫人 至少我们看到两位夫人 一个是匈奴的夫人 一个是这个汉帝国的 派出的这个女子 这两个公主 都嫁给了乌孙的统治者 可是他们的位置 一个是左夫人 一个是右夫人 那左位高右位低 所以他其实地位 还是低于匈奴的 可是即便如此 还是多多少少 改变了汉帝国跟乌孙之间的 这样一个外交同盟的关系 从而有助于这个 汉帝国打败匈奴 这是五帝和亲时期的第二阶段 那到了第三阶段时期呢 其实就是这个王昭君 我们看到史料 应该讲后面还有一些 不知名的公主被派出去 但是不多了 那最有名的就是王昭君 那王昭君的和亲 我把它理解为 就是汉帝国跟这个匈奴和亲 或跟草原有牧民族和亲的 第三种类型 他是被当成汉帝国的礼物 送过去的 送给了南匈奴的统治者 因为南匈奴呢 他最后他跟汉帝国进行结盟 变成汉帝国的蜀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汉帝国就把王昭君当成礼物 送给了这个南匈奴的统治者 那可是我们知道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统战概念 只是王昭君出嫁的时候呢 他的财务代价是非常非常 汉帝国的财务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 南匈奴向这个汉帝国索取的这个物资支持 如果我们按照史料的记载 是非常非常 给汉帝国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部分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当中 我们可以去再去详细展开去解释 总而言之 我们刚才有讲到是说 对于汉兄的和亲的这个统战经济学 统战政治学来说 或统战经济学来说 他大致有三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汉武帝之前的时间 这些女子都没有任何的知名度 和亲也没有达到太多的一个效果 真正没有达到汉兄结盟的作用 那第二个类型呢 就是武帝时期的和亲 是非常明确的政治结盟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出现两位公主的名字了 一个叫刘细军 一个叫刘解忧 也确实这个汉跟乌孙之间的结盟 对抗匈奴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那第三个类型就是 在公元前30年到公元前15年的王昭军 那他作为汉帝国的礼物 答谢比较亲中国派的男匈奴 这是三种汉帝国和亲的类型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说如果吕后真的选择了 嫁给了这个矛盾禅余的话 也就是说吕后放弃了 这种中国的文化的偏见 不在有华裔之变的这种思想 而真的从非常务实的角度 觉得是说好吧 那我就选择跟你这个矛盾禅余结婚 那真的是汉兄两个帝国之间 进行了这个政治结盟 那我们不知道历史会如何演化 也不知道背后有哪些 可能各种各样的一些偶然现象会发生 但总而言之 如果历史真的这样发生的话 我会觉得说很可能会出现 这种汉兄帝国的这种结合体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可能 很早在中国的这个土地上 就出现一个横跨长城内外的 这个内亚的游牧民族势力 跟东亚的定居民族势力的 一个帝国就出现了 这样一个汉兄帝国 就是汉帝国跟匈奴帝国 和整合一起的帝国 是有可能发生的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大哉问 那当然我们知道 以中国文化的逻辑 其实是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那如果以匈奴文化的逻辑 是有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我们看到后来的唐朝 跟后来的蒙古人 跟后来的满洲人统治中国时候 其实某种意义上都有这样那样的 两种类型文化的靠近 内亚跟东亚整合为一个帝国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以长城为界 加以区分 所以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是说 如果旅后真的嫁给了 矛盾缠余的话 历史可能会改写 当然这是一个 没有办法有答案的一个假设 只是这种假设 会让我们更多的去反思 中国的历史 更多的去理解是说 我们如何跳出中国历史的 旧有的解释框架 去重新看待 在东亚大陆当中 这些王朝 这些国家之间的这种冲突与合作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 所讲的这个 旅后跟蝉鱼 匈奴跟汉之间的这个核心关系 我们是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 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此结束 我是主持人复查 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